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10月18日 这是今天第二场读报的点评节目 我非常重视自媒体 所以刚才看了好多的小视频 江网震小视频报道 朱镕基病亡 说是他的儿子朱镕来 还有他的其他子女 从海外回到了深圳 说是要处理他爸爸事 但是不同意拔管 也就是说朱镕基病得很重 躺在病床上 就像对吴邦国一样 习近平要拔管 他们不同意拔 不同意拔就等于还没死的 只要拔就死了 你看当初打击内蒙古的对立派的时候 习近平就拔了乌云齐蒙哥的管 这次又拔了 这个吴邦国的 现在要拔这个朱镕基的 其实有关朱镕基病亡的消息 你恶传恶 所以这是公众平台 你要搞错了以后 这个事可是大事 所以今天避免出错 但是我认为完全有这种可能 为什么呢 这有天象 今天早上大约新闻网报道了 说是又有一个会议星落下来 上一个会议星落下来以后 吴邦国是国家二号领导人死掉了 这是真的 这次又落下来是谁呢 对应的就是朱镕基 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背不住还是习近平的 对不对 你现在很难讲了 所以现在 你看看习近平还在台上 每天好像是 还露露脸 像咱们说心里话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包括本人在内 说没就没了 因为什么呢 你已经折腾了半个世纪了 可以了 对不对 七老八十了 也该腾土位置给年轻人 这都很正常 所以每天你一定要有 有生自年多做的 有意义的事 比什么都好 对吧 这是关于朱镕基的事 我不能证实 我只能告诉你 有八管的可能性 因为他躺在那个病床上 据媒体报道说是 每一天消耗的钱是500到600万 我看拔了好啊 省五六百万 帮助帮助 那些找不到工作老百姓 比什么都好 对不对 最好祸害 这老的人民群众 这些当官的 早一点都走吧 是吧 早一点走了 有老百姓 谢谢个大包袱 是不是 这确实是喝着 老百姓的血和汗 这是一条消息 这是自媒体的报道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另外一些消息 因为我非常重视 这个自媒体 但是有些自媒体 往往是为了点击率 往往有些报道不准确 咱们看看准确的消息 习近平这不是到了李克强老巢了吗 李克强的老巢啊 同样存在一些暴力事件 也就习近平这干了十年下折腾 鼓吹的阶级斗争这一套 河南报当街刺杀两死一伤 疑凶畏罪自杀亡 这是叫一个海外海外媒体报道的哈 河南周口昨日16号 就周口店的地方 发生了街头杀人 有男子在街上袭击了三名居民 两人当场死亡 一人送医救治 疑凶之后驾车逃去 警方讲呢 这个杀人犯是45岁 已经是死掉了 自杀了 这表明什么 表明他杀人之前就准备是复活了 也就是疑似网坡啊 什么原因 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经济原因 你看他这里还有个小 还有照片 还有个小小视频 有照片 不是咱们在下边 你看 这个在这个门前 看见没有 这个人躺在那里 找东西盖的 这应该是个报复杀人的事件 好像是精准的报复某些人 不管怎么样 这是表明 民间的社会矛盾 非常尖锐 如果有法治 就相对好一点 当然你即使在美国 加拿大 这种事情也有 如果太多 那就证明是政治体制的原因了 那么刚才上一上 已经讲到了 习近平不是到了福建了吗 福建也发生一起 有一个老百姓驾车 有一个草民驾车 冲撞学校 反正忽然都撞倒了 我今天早上看大集园新网报导 不过刚才我翻了一下 海外的媒体文字版还没有 等到还有待在进一步的这个法证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条消息 这个关于内斗 我说这个有一些内斗的人员呢 也就是习近平搞的反腐败 是选择性的 而且那选择性你不能选的面太广啊 非习近平太多了 腐败分子太多了 因为资深覆盖的土壤没有铲除嘛 所以他只抓什么余政争的线上 我们怎么看出来的 我们再讲点道理啊 这是中纪委的网站 上一场我已经提到了 就是有一个国营企业叫四川省 港行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的原单位书记董事长贺小 贺小村被抓了 你看他这里报纸怎么报的啊 讲到贺小村的时候是 经四川省委批证 因为他作为省管干嘛 纪别不高啊 省纪委监察委决定对四川省 叫港行啊 投资有限公司 那他可能有海港 也有这个航空啊 既有船有飞机 搞什么航运的 有没有可能是给余政生调兵做事了 怎么看出来的 你看后边有句话 讲这个人呢 就是贺小村 这个经查贺小村 有丧失理想信念 背弃出席使命 这个都是老套话 对不对 你看后边这怎么讲的 在党内拉小圈子 搞团团活活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处心积虑的对抗组织审查 怎么样 是不是 小圈子是谁 跟随于政生的呢 我估计搞不好 是个刘细宝关系好 刘细宝介绍 一件事于政生的 然后经常到于政沙里走动 因为他属于退休的 国企大老板 一个是信息多 建的世面多 在手里有钱 所以可能是搞了一些动作 在调兵方面 就是因为你要想把习近平抓起来 到政变你就得调兵 进军北京 对吧 我猜测于政生调的是忽必军区 那么你得需要航空兵 你得需要航天航空港 飞机和火车和船来运兵 这个兵的很多 对不对 没搞成 我估计是这样 那么今天早上 我看到另外一个字 谜题讲的有头有鼻有眼 更有意思 说是什么 说三中全会这个期间 怎么发生兵变了 西部战区 军头们还生气 也就是菜鸟挪用了工款 就军款 他污了军款 这些人就刷到中南海去了 结果呢 这个菜鸟调动中央警卫团 和这些军头们发生了火力 说军头们早到张鸟侠 带着张鸟侠带着 把这个中央警卫团长激烈了 然后把习近平转禁了 习近平不得不屈服 向这军头们屈服 就要处理这菜鸟 所以菜鸟今天没去 这个 这个 没陪一同西部战区 我是不相信的 你想那么大动作 怎么可能打成平手来 如果张鸟侠真是带兵 去打了这个中央警卫团 击毙一个 那最后他们只有什么 你死我活了 怎么可能还现在这个局面 这个局面一定是什么 在一个相对比较和平的环境 就是的确是争吵了 但没有彻底分别翻脸 这三中全会 元老新贵 主要政治老人 不停的批评 西边挺上火的 也认输了 就做了有限的让动 那么张有霞就是 一会儿哄哄这 一会儿哄哄那是吧 反正说哎 这个李瑞环呢 这个温家宝讲的也对 咱们确实不能再搞这个象象学战 这社会你看这么多的动乱 等着是吧 刀狼的歌他将来出来唱一唱 完全完全认识矛盾 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是吧 他倒不能讲自己是欺骗的 是吧 接受胡锦涛那个所谓 就胡问这个和谐社会 那和谐社会是螃蟹的现实 也是骗术说心里话 那小于姐讲的也对 好 我要讲的什么 就是习近平策略的转变 好像不像这个什么带兵 说啊 你就想想菜鸟在福建的时候 的确是贪了不少钱 现在这个位置上 他已经不需要钱了 还去贪污西部战区的钱 军团们带着拿枪来了 一看就是因为 在家里下别的小数的情节 是吧 我是不相信 你想那么大的动作 中南海早就传出这个枪声了 是吧 早就乱了 不是这么回事的 有些人往往就是太离谱了 不过这样讲肯定点击率高 对不对 这个这是一条消息 所以本人认为 应该是属于 还是在整肃 就余政生的 就余政生最大动作 就余政生 你看现在这么多次媒体 都有假消息出来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讲到 对余政生政变 为什么 这是习近平最怕的 对不对 因为尤其是媒体 尤其是有歹头 尤其是李强的秘书 等等 尤其是廖哥的关系 江派的 各个派对 是吧 其实也找咱们也有 啊 结果我跟你说心里话 一般来讲 我不送圈套 是吧 因为咱不想成为一个代理人 另外 也不以这个点击率位最高为结底 有什么 说心里话 就赚着小广告费 去可儿子吧 我这个人就是很容易满足 自主者 自主者常乐 所以说为了保持这个中立性 真实 尽力真实 当然偶尔我也会 可以行有行 忽悠忽悠 忽悠没人看啊 但是今天咱这课不是忽悠啊 你们仔细看就 贺小初这个表述 别的没有 很少 你看 宽悠忽悠 对党不忠诚 那就是查鱼争生的事 查找到他了 我没参加 我吊他们是运东西啊 我也不知道那是运兵啊 光说是部队需要咱们支持 要几个车皮 要几个飞机 要几个舱位 咱再配合 他搞这套东西 我估计是这样啊 我才给抓了 抓了但是以反腐败的名义 因为的确是他的钱人 像你当那么大的领导干妈说心里话 不谈都不行 连色尼你不接受都不行 有的是偷怀送报的事啊 所以全钱交易 全社交易 兴起了啊 这是一条消息 再来固法实现 现在这个麻烦大了 也就是现在这个 关于这个 病毒啊 又来了 你看今天这个 这是看中国网站的报道 这不是咱们忽悠 广州 登革热 疫情十一区 全部沦陷 登革热又来了 走线三里重症 他讲到是广东广州市 近日登革热 疫情全面爆发了 下辖的共十一个区 全部沦陷 就在广东啊 万一幸免 近日广州市疾控中心通报 三州新增了多少个病例呢 437个啊 区中重症病例三例 这是广州首次公开登革热 重症的情况 这个人呢 这个五虎杂粮啊 难免每天生病 你看我就是这几天突然间感冒了啊 就是咳嗽 肺炎难受啊 估计是肺炎又 又复发了 是吧 我也没找医生 因为你约医生还在排队 这些麻的吃了天 是吧 在这里就是认识没有特权 都先来后盗牌 麻烦 干脆 我自己到那个 这个shopper's 这商场 就我去买了一个 就是那个 这个药 就是感冒的药 那个药不用开 医生出房 我服用了六片 你看好了 就这么简单 你去找什么医生 你也不用害怕 肯定不是登革热 登革热不可能这样 是吧 一个是你 我因为每天游泳啊 你每天游泳的时候 你要洗啊 其实也感冒了 是吧 你毕竟是这个 年过半百的老人 是吧 不老人 不成老不行啊 不过我精神还行 身体还不错 然后是我吃的 我早上起来 你都别提了 我早上吃的饭是最多的 每天必须要吃得很好 今天早上吃两个鸡蛋 你就想想 是吧 两个鸡蛋 还有牛肉呢 是吧 还要吃那个 碧果 还要吃一大盘子菜呀 就绿色色菜 你必须每天都有 还喝一杯 杯牛奶 是吧 喝完牛奶 腿不疼了 我盖也不好吸收 牛奶好吸收 它是稀释的 对不对啊 你就想想 身体都不好吗 半夜起来 肯定喝一大杯 什么呢 鲜炸的果汁 都准备好了 是吧 放冰箱里 你把烟壁一旦醒了 上厕所 现在先放 把水放出去 喝起来 来 现在注意你身体健康 这车远了 我告诉你 广州现在发生了 就是一个登革日 在中国 我跟你讲 这个疾病流行 你要小心 他说 10月15号 广州疾病控制中心 发布最新一期登革热 叫疫情监测 通报 7号到13号 广州市报告新增了 437例 较上一周增加了 158例 这个比例是多少 增加73.41% 你看官媒不报道 这是很大的事 你看今天这个 媒体都报道了 有小视频了 中国国家应急广播 抖音账号 紧急提醒 没有特效药 你看 呼吸以下症状 立即就医 包括什么呢 呼发高热 伴有面部 颈部 胸部 嘲红 或伴有剧烈的头痛 你看 在这里有点没事的 说这里好啊 加拿大 我们家人间天堂 你来吧 说些里话 活到七老八十的 九十岁的开车炉的事 但你开始要小心 你看高速屋上 有些老人家 车开 有没有速度可快了 老人家 你别看 老人家都是 八十岁的 还有一个小姐 小姐六十个岁 坐在旁边的 副驾子位置上 讲到这里给你们 多多乐 几年前有一个 某某爷爷 这个名剧 说他这个 这个 请吃饭 今天他找了个女朋友 他单身很长的时间 咱去看他去参加 看他女朋友 看他老太太 尽管是女朋友 挺有意思 可不是 你想想 他八十岁 看他 那不就是 如画十一的少女吗 人家有真情 人家过着幸福的生活 到保持之间 还可以开车 但是一般来讲 你考票 就很难考了 他知道你已经有票 开得不错 一旦你出了交通事故 或者是有一些磕磕磕磕 警察就不给你驾照了 你只要坐地铁了 坐地铁也行 坐地铁半票 没有票也行 这叫什么叫 新女 新女走那里 都有优惠条件 是吧 我们再来看看 另一条消息 其实今天是讲经济 中国这个经济 我给你撑不住了 倒不好要出大事 为什么习近平 这一两天谋了 充分发挥 每一个人的积极性 就手下这些人 东靠西地儿的 说韩正也出来了 丁玄祥也去 王小红也去 陈文庆也跑 牛国中都出来了 有些人就说 习近平大权旁落了 什么怎么样 好像不像 这是什么呢 经济实在搞不下去了 怎么办 让大家一起来帮助他 你看这可能是 压垮中共骆驼的 最后一片稻草 是希望之声 一篇文章 希望之声越办也好 我刚来的是 希望之声采访过我 我今天所见过他 他是法轮功的 一个广播电台 那时候我发现 他们刚创办之初 可能也没有经费 也不容易 那时候的人才不整齐 现在人家文字版也很好 你看这篇文章很好 中共连续出台的 政策自己经济 结果招来了什么呢 股汇丧上 不过今天股票市场略有一点灰尘 但是很难惩住 我告诉你 因为什么呢 实体经济不行 对吧 你的企业的高好利用 效益赚钱 你的股票才能上来 这很简单的 别搞我不炒股 对不对 我有好几个朋友炒股票 美名引入那个消息 曝光北京经济政策真正的目的 北京这一两天连放了大招 先是财经 财新16号透露了 北京计划未来三年 要发行多少 共六兆人民币超长期 特别公债 来支撑经济 其实今天新华市还有一条消息 是吧 叫绿色基金融 也是银行发的 把水漫灌 接着天津宣布 全面取消住房限购 你看为什么王晓鸣跑到天津去 有人猜测 王晓鸣要卸任公安部部长 不是的 我跟你讲 就等于你不管干什么 现在都开始群策群力抓经济 如果搞不上经济蹦盘以后 咱们全盘了 对不对 这才出现些眼前的乱象 北京计划未来三年 要发行共六兆人民币 这是天津住房限购的门槛 全部雪平了 要促进房地产市场 因为你以前到天津买房的话 那可是不容易 对不对 人家有当地户口 现在不行了 现在随便买 拿钱就可以买 买了就应该落户吧 那不就是个机会吗 尤其是西北 因为中国 有很多地方 偏远山区也有富豪 对不对 没有富豪 请你朋友凑钱买 对不对 你看这里 很多人有脑子 就在那些比较好的区域 有一些国内来的人 他们都给家这亲戚的钱凑在一起 但是前几年 现在不行了 现在你往外汇款麻烦 以前汇款没有限制的时候 我就遇到一个人 他是咱不讲太详细了不好 某某市 一些小官僚 他们亲戚朋友就凑了一些钱 买个大灾 过两年的大灾 发了好几倍卖 赚了90多万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因为他很熟 谈起这个事 很聪明 我说那你钱怎么办 又挥一挥去了 又分一分 他们有脑子 在这一分一个星期里面 也来了 然后等赚了钱 他们挺团结 这个家属又分了 分回去了 那个钱你想赚都容易 90万 90多万 假批你算了吧 我数学不及格 就算是49 36吧 3600万 你办什么企业能挣 30千万 是吧 而且你挥一挥去 那边肯定高兴啊 是吧 所以他们在那里 还有钱花啊 搓麻将 从庆喜欢搓麻将 有的时候搓麻将 都在水里搓 我不太懂了 怎么在水里搓 天天热了 有时候还喝麻辣 吃辣的 这是挺有意思的 听那些朋友们讲 这一两天呢 北京这个 放大招 先是财新到来 说是这些政策呢 没有能刺激市场的 股市只是短暂的拉抬 然后就横盘 徘徊 连离岸人民币汇率也下错了 他说随随平大这个消息啊 有位著名的做这个评论家 就经济学家 我很喜欢听他的评论 叫美国南卡学埃肯商学院 教授叫谢天 人家这样讲的 人家是内行 他说股市的表现显示 确实已经没有任何刺激了 能产生真正的驱动力 我想呢 股汇丧杀是很可以预期的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中国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 可能进入萧条 就接下来经济越来越萧条 就完蛋了啊 经济衰退的时候 中共的出口在减退 出口在减退了 出口减退必然带着 人民币一直下降的动力 而人民币汇率下跌 也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这实际上确实是一个 中国经济陷入 尼肯越先越深的一个反应 就是习近平政权 你即使跌下而盲毁没用 环境变了 你想俄欧战争 被冲突 你看中东现在在战争 你可以看到新瓦尔 叫人家死了 跑得那种像死猪似的 一条腿上栓了大洞 不过那个家伙是个硬 他也挺厉害啊 这么讲 是整个汉马斯一个头子 就像以色列这么精神的打击 还不是美国支持他 他跟老拜登俩在演算谎 老拜登还资望着 要制裁他 要整个什么 其实他希望他打 对吧 所以现在形势 你可以看出越来越有利 自由世界 对不对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真正 你中共和美国开战 每个精神就玩你了 对不对 所以习近平吓坏了 习近平现在也是 破头了 对不对 和美国 你看现在王仪不是吗 和美国的企业拉关系 他说呢 国企权贵资本和华尔街资本 在高位 超售股票 换美元离场 A股三天暴跌了16年 人民币一周暴跌了1300年 6百年 跌到了7.31 未来两周人民币被破7.3 和A股破3000点 是大大点的事 不过今天我看到 好像瑞维提升了一点点 说A股踩踏抛售和资金换美元 换股逃成为常态 股贵丧上 演变成金融风暴的 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如果发生今天 这个货币贬值的银行挤兑 那就麻烦了 有人说 朋友的妈妈在A股几天 亏了55万 有些人被割了韭菜 有人估计呢 大约2万亿资金被套牢在股市 现在套牢全是90后和00后 这小孩们 这也非得丁闹出事来 谢天说 中共实际上是瞄准了 中国老百姓300万亿的 储蓄 中国老百姓还是有钱 你看这里老外 银行全是控售 可穷了 我就给你说心里话 就像我老家一样 我就是 月月就是短了 今天我还看账号 就说几十块钱 怎么办 咱也不好意思 找咱们家领导要 是不是啊 这确实是个问题 这确实是个问题 你领导要说 只能忽苦不能养家 这怎么办 咱说凌晨软散了 这不太好 你看这个文章写得很有意思 他说 每年要几千亿上千亿的利息 他希望把这钱挖出来 献出来 献到股市里去 这两万亿应该大部分应该从哪里 那里出来 有一些权贵 央企国企国企国家队 他们趁这次调高的时候出手 把那些股票抛掉 所以这个钱实际是跑到了中央权贵的手中 就说股市不是起来以后 人是资本大恶 四路一声跑 再就是国企的股票 给他们赚回来 最起码包本了 把剩小股 米胡萝卜进来以后 变成了韭菜 绿油油的小韭菜 等着升值 不能升值了 对不对 我要告诉你们 怎么可能一件经济大环境在这放的 他说他们趁这次调高的时候 抛售了 所以这个钱 实际上跑到权贵的手里 每一次救赐 对中共权贵来说 都是大肆抢劫的一个盛业 对老百姓来讲呢 就是套牢 谢田认为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相信中共的宣传 不要把你的储蓄偷了不吃啊 确实啊 你要是如果有点闲钱 听我就买个房子 什么时候他有个东西 他再扁 实在不行 再租不出去 卖不出去 朋友随便住 人情实就是财富 对不对 不定哪天走路 你半岛了 一看 他就给你扶起来 对不对 你扁给朋友住也好啊 你股票就不行啊 股票就没有了 所以有些人不听劝吗 说当然 即使在储蓄里边 钱流的储蓄账号里也是很危险 因为我们知道 中共的通货膨胀 可能很快就要到来了 他可能货币就贬值了 贬值了你的钱不就蒸发了吗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 尽可能换成黄金紫磷的汇金锁 反正哪里换呢 人都在换呢 对不对 买些骨筒也不好保存了 是吧 会限额五万呢 是吧 那挺麻烦 要把蚂蚁搬家 是吧 这有意思啊 他说但最好不要存在中共国有的银行力 因为中共一旦走投无路的时候 就会冻结存款 甚至没收黄金 他这个一点已经可以看出 今天不是有吗 这个外汇关于储备的问题 是吧 开始了已经啊 那至于已经套牢的零零后门 他们找到另一个应对办法 就是躺平 不还 网上传说 网上传说许多年轻人说 虚假印都不还 我为啥要还 我用征信换的钱 为啥要还 征信影响下一代 我得有下一代啊 貌似不想有下一代的他们 以为新韭菜好哥 历史证明 韭菜总是几个时代 最便宜反骨的 他的意思现在年轻人对付方法就是 咱也没有后一代 咱也不生孩子 咱们至于解决欲望的问题 咱们都短平快水 爱情快惨 不结婚 今天跟这个好一好 明天那个好一好 什么不当我 其实他小孩也是有办法对付中共 你看中共不是封控期间 到上海威胁那些小孩 小孩说 你别威胁我 说给我记录在暗 影响我下一代 我们是最后的一代 现在小孩 其实好多人不结婚 不生辞 就是整天玩 你说怎么办 这习近平时就没找 这篇文章最后告诉你 他说眼看中共任何政策都已经无法救死了 救股死 还连带着惠思下跌 中国社会民间对抗情绪加剧 量子叫要欠 说随时量子就要欠 我还知不知道 这次股灾与15年很不同 15年的中共家庭凶厚的价点能够逞过去 这次中共经济一日千里的溃败 价点被掏空了 弱不进口 虚不受 现在下猛药反而家属灭亡了 为己如善的烂账和坏账带来金融大崩溃 他可能是压垮中共骆驼最后一根稻草 但愿如此 我看有点像 你看习近平这一两天 让他这些低息 这个袍子满透汗的 都下去忙活了 忙活到最后就一场空了 本人认为 中国的大革命 似乎就来临了 你们等着看吧 以后会有更大的 一些图法事件爆发 好 好 谢谢再见